我们再来继续关注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项目 下周国家文物局主导的最终评选将在京举行 在入围的20个中评项目中 边疆考古的重要发现和成果十分引人瞩目 西藏拉萨当雄墓地公布了西藏近年来首次发掘的吐蕃时期大型风土墓 当雄墓地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当雄县 古瓦纳布之山东侧平缓坡地上 海拔约4300米 2020年和2021年 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 联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对当雄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共清理了36座风土墓 墓葬基本由地下风土 风土下石墙和墓室构成 年代为公元7-9世纪的吐蕃时期 发掘出土的雄狮鸟文鸡二勺 青金石 珊瑚 松石 珍珠等各类猪式 均显示出与中原文化和周边其他地区 考古学文化特征的相关性 石制品就包括玛瑙石 青金石 还有绿松石 还出土了就是 九十余颗这种黑白的石制围棋子 具有一定的中原文化的特征 中国围棋起源于春秋时期 被称为对异 到了未进南北朝则称为首坛 自唐代以后围棋风靡全国 当熊吐蕃墓出土的九十多粒石制为其棋子 表明了吐蕃与中原在思想文化上的统一 此外 墓中出土的熊狮鸟文金二勺 七七残片 纺织物 也显示了吐蕃与唐朝等地的文化交往 这个金二勺它的造型和它的装饰文样 又有明显的唐代的这个文样的风格 比如说它那个金二勺的丙布是一个猪雀 这种猪雀在唐代两京地区一些金银器 还有一些这个石刻的这个线刻文样上 都出现跟它比较像类似 出土的彩绘桃片上的折面人物形象 更是与文献记载的吐蕃人的妆容习俗吻合 也是青藏高原首次考古发现 丹尔平底的带流的那种陶冠 还有就是那个彩绘的折面人物形象 都是显示出了比较明显的吐蕃时期的文化特征 风土墓是吐蕃时期西藏土藏的主要形式 当雄墓地考古发掘 首次科学完整地揭示了西藏拉萨地区 风土墓的形制和结构 为进一步了解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 丧葬制度等提供了重要事物资料 对于重现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盛况 探讨唐王朝与吐蕃关系史等 具有重要学术意义